人越穷越固执即见 为什么 因为每个人理解世界的认知的尺度是不一样 跟大家讲一个古代的历史 就是孔子的学生叫子路 有一天拿着条肘在门口扫地 突然走过来一个穿着绿色衣服的大汉 染着要见孔子 子路说你什么事情找我们老师啊 吕一仁说我想问你们的老师 一年到底是分几个季节 子路说我知道啊对吧 我告诉你行了 你还找我们别麻烦我们老师了 我们老师正在休息啊 子路就按照从老师那学到的知识 说一年分四季啊 都大家知道我们讲的叫四季分明 对吧 吕一仁说不对不对分三季 子路说四季三季四季 哇两人真的不口开窍 我们就把孔子老人家请出来 让孔子老人家给我们答案 如果孔子老人家说四季 绿一仁说我跟你磕个响头 那如果孔子说是三季呢 你子路那就给我磕三个响头 你看怎么样 双方都等着孔子老人家的答案 孔子看了一眼绿一仁 又看了一眼自己心爱的学生子路 伸出三个手指头 说一年分三季 那子路就崩溃掉了嘛对不对 但是也没办法只能跪下来 啪啪啪给这个绿一仁磕三个响头 那绿一仁哈哈打笑 延长而去 子路就很委屈啊 问老师说亲爱的老师啊 你不是已经教育我们 说这个一年分四季吗 孔子说四季啊 那你刚才你刚才为什么说三季啊 孔子说你没看见 刚才那人穿绿衣服 他是蚂蚱变的 蚂蚱是什么 是冲天圣秋天死的 我从来没有见过四季 你跟他讲第四季 他理解不了 大肆理解不了 那如果我说四季 那今天晚上纠缠 没完没了 他又跟我纠缠上了 那咱今天就别睡觉了 哎呀 所以你咱们说个三季 他就走了嘛 咱们该干嘛干嘛嘛 对不对 所以大家记住 真正有智慧的人 不要用自己的眼界和见识来要求对方 我有一个老家的亲戚到北京来 他到北京里一个发 花了六十块钱 他就跟我讲 北京的人太坏了 理个发布要这六十块钱 我们在我们老家 五块钱有理发了嘛 哎呀 我就跟他简一通 市场经济供给和需求组成呢 这个这个北京为什么这么这么贵 说来通经学道理 他眼睛看了我一眼说 听不懂 你们北京人就是很坏 所以大家看看 我已放了此路那个毛病啊 这边就会有充足的地方 这边就会有充足的地方 那叫大家